Trice赴影日前出席活动时,自曝与罗仲谦有过一段情,更被男方暴力所伤,最后不分对方一脚踏四川粉手收场,事情曝光后一发不可收拾。 近日更有杂志图文兵茂的刊载,Trice涉嫌罗仲谦暴力对待后留下的多处伤痕。 为交代有关事宜,Trice分别与罗仲谦经纪公司举行记者会,一脸淡装的Trice由当律师的姐姐傅娜陪同现身。 Trice表示,事情让很多疼爱她的人很难过。 这个很沉重的包袱,我之前就是很想可以,在我去北京之前,我可以摆下这个包袱,我抹走这个阴影的。 但是,在我赶紧出来之前,我公司的同事是不知道,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没有跟他们沟通过这件事,我觉得好对他们不住,因为令到他们很麻烦。 事件曝光之后,罗仲谦备受先夫所指,除了被指使用暴力让Trice直接受伤之外,报道还指出跟Trice一起的时候,罗仲谦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女朋友,因此被冠以贱男之名。 一脸无奈动罗仲谦,现身连身叹息。 我和Trice在一起的时候,有开心,也有吵架。 但是我真的不想再拿一些细节出来公开讨论,谁是对谁是错的。 我可以承称的就是,我没有痛吐Trice,也没有一脚踏四肢。 那你是不是就是推了她去铁枪,这样弄傷了她? 我觉得,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,我令她身体小强,都是不对,所以我跟她报告。 那你怎样打她呢? 我没有痛吐,我没有痛吐Trice。 好,差不多了,谢谢,谢谢大家。 那你和你北京的女朋友分了走没有? 关于这个,我觉得,人家已经有新的生活,新的男朋友,我们已经分开了。 在两人的发言里面,同时都声称,不会再为此次事件做进一步的回应。 但原本要启程前往北京发展的复影,就盛传因为没有真的经济公司的同意下, 自爆感情事而遇到了血藏。 除了无限期押后北京之旅之外, 更有可能遭受解约的处分。 对此,经济公司没有给出明确答案, 这表示傅影会暂时留在香港。 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香港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